嗨,大家好,我是Joy 是这里的Credit Director 也是这里的省下老师 今天要教大家的是 如何用正确的四个步骤 把礼服收进一套里 以及如何正确的用三个步骤 把衬裙折好 今天为什么要教这个课程呢 往往就是因为每一次 我们把礼服探好了之后 折好收进去一套里 许多客人带回家之后 把它拿了出来 又不懂了如何收回去 往往就用皱了下半身的衣服 那这样子的话 到当天正式真的要穿的时候 衣服皱的话就真的不好看 所以今天我们就学习 如何用正确的方式 把衣服收好在一套里 好,那我们现在要开始学习咯 首先呢,第一个步骤 就是教你如何掉这个衣袋 在这个衣挂上 原因就是因为衣服有重量 所以我们一定要打两寸 这样子它才不会因为这个重量而容易滑落下来 OK 第二个步骤就是首先呢,要把这个裙子抱在手里 OK 然后呢,左右向内折 折好了之后轻轻的抱着 然后第三就是把它收进到一套里 尤其是下半身要把它整理好 这样就能够很完整的照顾好整件衣服 好,现在我们要学习的就是如何收这个所谓的秤裙 OK 你看这里有两条铁 同时第一个步骤要把两条铁一起抓住,抓紧它 第二个步骤就是把它转一个巴向内收 最后一个步骤就是把它折起来 那就完整了 一套里面都有一个小口袋 所以这个是专门拿来收秤裙的 就把它一起同时收在里面 那就把它拉链 拉上来 好,这样子就完成了 那今天我们的学习就到这里了 那千万不要忘记帮我们订阅点赞哦 我们下一期会分享更多关于这方面婚礼资讯的给你们哦 拜拜 拜拜 下期见